好IPAC順利落幕了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是以台灣領袖代表的身份回到台灣 也談到說跟習近平的互動 他表示說有祝賀對方二十大成功 而且這些都是他的意思 綠營表示尊重 但是同樣是祝賀 但是國民黨卻被綠營痛批說 是唱和九二共識反台獨 這也讓他們質疑說難道又是雙標 以特使身份參加IPAC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與習近平超近距離接觸 兩人座位就在對面 他現場祝賀習近平二十大成功 習近平回應張忠謀氣色很好 兩人客氣寒暄 卻意外引爆爭議 國民黨質疑同樣是祝賀習近平 民進黨對張忠謀就喊尊重 國民黨發賀電卻變成賣台 是不是雙標 張忠謀先生這次能夠利用良善的機會 表達對中共二十大的一個祝賀 民進黨上下卻不敢有任何的意見 再再凸顯了不同對象有不同的標準 更是綠能擬不能的最佳體現 台積電不只是台灣的台積電 也是世界的台積電 張忠謀他的高度格局也遠遠超過民進黨 民進黨強調對中國的態度是理性 但不挑釁 要國民黨不要過度放大 解釋 而張忠謀也在反台記者會上 透露許多國家都主動跟他談話 希望可以在自己國家生產晶片 更透露台積電的最先進製程 會繼續留在美國 未來台積電在5奈米廠之後 將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擴大投資 建置3奈米廠擴大版圖 華爾新聞綜合報告